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日 甲旭甲旭丁亥勿生 这是一个女命 他问的是说他 他三观配印 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桃花 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他其实他的问题 跟他实际上的一个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 他问三观配印 可是他问桃花 所以我们来先看看他天干 就是甲木克戊土 其实还好 没有桃花的现象 第一支就是在这个亥水 这个亥水 因为有神经的保护 所以其实来讲 并没有说很差 在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就会知道说 假如以本命来看的话 申金他会是占他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一旦申金消失了 他的这个桃花就会受克 同样的 或者是直接亥水受伤 也可以 亥水受伤也可以 假如说是以一个大运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四身一合他就完了 或隐害一合就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在地支里面 地支里面他桃花比较怕的 就是四 还有银 这两个是会他比较害怕的 所以当他比较害怕这一种状况的时候 这个不仅仅是大运 流年也是一样 这个是他要注意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他的一个天干 他的一个天干来讲的话 他要注意的 壬水生甲木克务土 其实壬水可以用 但是 他的一个癸水 物癸一合就没有 所以他癸水是要他注意的 壬水反而是好的 所以其实来讲 以一个八字的来讲 就是说以单纯的以官运来说 这一些是他的一个祭神 我们说这是他的一个害怕的祭神 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就说 奇怪 怎么天干地支是不一样的 你看有水 有木 有火 很正常的 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是根据他所要发文的 这一种的情况 这一种八字叫做 这种分析法叫做太极典的分析法 就是针对他的问题去分析的 所以他并不是以整体八字下去看 他不是以整体八字下去看 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他天干在这个大运的时候 他其实桃花算不错 地支本身桃花就算不错了 就是他的圣经在就不错了 现在又再来一个圣经 更能够保护害水 那其实也算不错 所以来讲的时候 这一种的一个批法 就可能会跟各位在以前的 要在身强身弱格局里面抓出他的一定的喜用神 那就不一样 那是不一样 所以这一种是针对问题下去批 但往往来讲 这样子的批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跟你们在取出来的喜悸用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他会针对到十二的地支 和十天干都可能 都是要看的 所以十天干跟十二地支 或许是甲乙木 所以说木同样的木进来的时候 他会出现了什么 可能是好的 可能也是坏的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用金木水火土 用神这样子直接大概的区分 是不行的 是要区分到甲乙 丙丁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可以用的 哪一个是不能够用的 所以在时间的一个状况下 他的一个用神会非常非常的细 而不是很粗糙的金木水火土而已 各位你也时常会看到 就是说 有的时候人家都讲说 我用神是什么 金木水火土哪一个 有的时候可以 可是有的时候就完全不对 他就会产生一个盲点 其实盲点就是在于 一个五行的排列组合下来的时候 他的一个生克会不一样 他的生克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有遇过那种客人 第一次碰到甲木年 他结婚 第二次碰到甲木年 那便离婚 完完全全相反的 这个是时常有的 时常会碰到这一种状况 你就会发现到 到底甲木是用神还是祭神 这时候你就傻眼了 其实我们也时常容易会 会在这样子 就是碰到这个 怎么这不是我的用神吗 怎么突然变成那么差了 就是因为五行的排列组合改变了 所以这时候同样的一个五行在进来的时候 产生的效力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简单的 我刚刚所讲的 好 我刚刚所讲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 假设 这个八字 他现在是水 我再来一个甲木 是不是壬水生甲木 更克着戊土 所以他在大运的时候 壬水的时候 他的甲木进来 他会更克着戊土 但是他这时候 他假如变成丙了 甲木生丙火生戊土 这时候甲木再来 是不是甲木生丙火 更生去戊土 所以说各位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五行流通向 同样的五行进来的时候 他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效益 各位 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 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说 其实用神的一个状况 袭击用神是一直会改变的 不是说固定的一个用神 所以来讲 各位不要一直在讲说 你的用神是金木水祸土 他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友谊再见 拜拜